網路科技發達 資訊傳播也越加便利 但相對來說 錯誤的訊息 也更容易沒有經過查證 就被傳播了出去 為而讓民眾對於媒體試讀 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雙子星三貫王 辦理多場宣導活動 與社區民眾分享 各種辨識查證真假消息的小撇步 獲得許多的回想 這次更首度獲得 台南市光華高中的邀約 首度前進校園 與同學進行互動交流 他有一個國一的孩子 他一直參加中加等於隊 所以他就推薦我說 一定要接洽 就是你們來跟我們分享 那因為小朋友 他們每一天都接收到 很多的媒體資訊 所以教他們怎麼去判斷 判斷真正的新聞 正確的新聞 其實這個很重要 然後怎麼用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 去看待我們每天生活上 大量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是 對孩子來說是一個非常實用 而且非常重要的知識 所以也很感謝你們今天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小孩子他們也都會非常開心 就是很興奮有這樣的機會 為而讓參加課程的學生更投入 媒體試圖團隊也準備了小禮物 要來激勵他們 許多學生認真寫了筆記 希望能夠勝出 有的同學忘記帶筆記也沒關係 因為有著必勝決心的他們 還有這招 我擦在腿上 我擦在手上 擦在手上 你覺得今天這個課程 對你們有什麼幫助 有 就是讓我們了解一些 對啊 我們要知道怎麼辨別 就要真假信物這樣 中加集團辦理媒體試圖課程 前進各社區與民眾分享 如何辨識假消息 希望能讓參與課程的朋友 未來在面對真假消息時 能有正確的處置方式 避免成為假消息的信徒 或者是散播者 歡迎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假消息 台南消息 記者 張碩維 台南報導